半桌是台湾特有的民俗研习活动 是外汇的一种 最早是有钱人家请厨师倒腐料理 后来也变成农村地区婚丧喜庆 凝聚相依感情的互助餐会 半桌通常由擅长料理的村民做菜 大家提供人力 物力 资源 客人自己端菜 菜色虽不见得精致 但是料理实在 庶民饱餐一顿不会拘束 半桌活动以高雄内门最有名 崛起于1970年代 当地师徒相传 厨艺精湛 因此快速扩展 全盛时期 内门有150多位半桌师傅 创造出独特的临席半桌产业链 半桌时 由棕厚塞统筹料理 食材新鲜最重要 东西一定好吃 没有等待说 你如果坐桌 人家要用桌了 有点像我去 宿舍阿倩做个五六块钱 以前半桌 棕厚塞是找邻居帮忙 现在是靠临时工 这些帮手 南部叫追咖 北部叫修钢 传统拌桌都在露天搭棚 吃饱为鲜 气氛要到位 当然要有传统的拌桌菜的冷盘 羹汤之类 但是有些棕破三 也会加入西式的创意料理 拌桌菜色餐厅化 目的是希望抓住年轻人的味蕾 喜宴拌桌 通常要花十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准备 中午拌桌 对厨师来说是最艰难的挑战 所以台湾有句俗话说 一心驾地扫 综口驾驾到 拌桌现场 舞台 餐桌和厨房 都是热烘烘 视觉 听觉 与味觉的奇妙感受 同步增长 希望大家来 我们吃饭桌 感谢各位 高雄美能的拌桌 从2001年起 已经被交通部观光局 列为台湾地区 12项大型地方节庆活动之一 有机会 您一定要来品味品味